還在查2024年審卡是哪張 太遜了 3.5%回饋 限制還一堆 這還算是審卡嗎 區塊鏈審卡 可是高達5%的回饋 還不用每年都在查 審卡是哪張 每年都在重辦卡 像是我這個黑狗卡 這也不知道是某年的審卡 那過幾年就不能用了 又叫我去辦這什麼 Coco卡 現在也是爛掉了 今年又是什麼什麼卡 又要去查又要去辦 有夠麻煩 有沒有真正一張審卡呢 大家好我是Steven 今天我們幹嘛呢 你是否有聽過區塊鏈審卡 區塊鏈審卡 這張卡可是幣圈人必備 不知5%的最高回饋 Spotify Netflix 會員免費 更想有機場VIP室 甚至它還可以叫私人飛機 你說它高不高級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幣圈審卡怎麼辦 還是你是正在觀望的老幣圈人 2024年到底要入手這個審卡 這期為你介紹區塊鏈的背景 安不安全 如何辦 以及最新丟會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 區塊鏈審卡 這是一間成立於2016年的加密貨幣平台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全球已經超過一位用戶 在CoinMarketCap現貨排行榜 或是衍生性交易排行榜 都是在前20內 但主要業務比較偏向服務 就好比今天要介紹的 區塊鏈審卡 Visa簽账卡 區塊鏈就是第一批把刷卡服務 與加密貨幣做結合的交易所 並且升更4年 把這張審卡 推廣到全世界都可以用 Cripple.com的身影更是隨處可見 贊助各大交易賽事 F1賽車 UFC 終極格鬥 甚至他們在2021年 赤支7億美金 買下了NBM洛杉磯胡人隊主場 冠名了Cripple.com 在這個背景下 Cripple.com展現了他全球市場的強大實力 並且挺過了這次的熊市 那麼 這張區塊鏈審卡 到底有多強呢 讓我們進一步 來看一下這張卡的特點與福利 首先 還是要花3分鐘註冊一下Cripple.com 如果你是老用戶的話 可以跳過這段 先到資訊欄點選網址 只要輸入Email就可以註冊 接下來就在Apple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下載App 登錄剛剛的Email 點選登錄認證跳回App 設置六位數的密碼 開始KYC 也就是身份認證 你可以用你的護照 駕照或是身份證 那我這邊就以護照作為範例 把護照整個放到那個框裡面 它就會自動認證 接著臉部認證 你只要前後移動你的臉到這個圈圈以內 就可以認證成功 接下來就是等待官方的認證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在等待的途中 就可以趕快來看一下這個Cripple.com 神卡 到底有什麼福利 現在Cripple.com的Visa簽账卡 分為5種 那回饋也從0%到5% 只要升級到紅色卡 就可以享有Spotify會員 免費6個月 升級到綠卡以及紙卡 布置Spotify 還有Netlist 爽看6個月 外加上機場VIP等候室 讓你在出國前 可以在裡面好好享受 升級銀卡再送你ArmorPride6個月 當你升級到黑卡 就會有私人飛機 當然一般人升級到紙卡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人 Spotify Netflix 基本上都人人必備了 每個人都有這個需求 它直接白白送你免費 不用再當寄生兽 那以紙卡為例 2%的優惠是全國通用 不像是一些國內的信用卡 它會分什麼海外 你海外還要收什麼1.5%的手續費 那這樣算下來還划算嗎 對不對 它給你2%再扣1.5% 所以幣圈升級優勢就在這裡 2%的回饋 十拿 全國通用 而且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人在投資加密貨幣 出金步驟好麻煩 還會怕被課稅 這個Visa簽账卡 就它好處 隨時隨地 Apple Pay一下 把年盈利直接消費在生活費上 隨時隨地買一些奢侈品 2%至5%的回饋 香不香 那除此之外 這張卡更屌的是 可以在全球各地的ATM直接出金提款 你沒聽錯 不用再靠什麼交易所 把你的虛擬貨幣直接換成真錢 你還在慢慢出金 出國旅遊 帶這張卡 不只可以刷卡回饋 錢不夠 馬上找了ATM出金當地貨幣 光是紙卡就有800美金的額度一個月 大概24000元台幣 很夠大家那邊消費購物了 不夠的話再繼續刷 所以這個2-5%回饋 加上隨時隨地 ATM可以取錢出金 就是這個quip.com信用卡的最大優勢 最吸引人的地方 那重點辦這張卡 需要買它特定發行的幣 也就是CRO 每張卡都直壓的額度不一樣 有400U 4000U 4萬U 40萬U 各個等級 金額不同 至於直壓半年以上才可以解除直壓 所以最終這個直壓有可能是賺錢或是賠錢 所以你可能聽到有人說這張是爛卡 因為它有可能直壓賠錢了 但握到現在 它可能不會哀哀叫了 因為你看看線圖 今年2024年3月突破了0.18 已經是近兩年的高點 所以大部分人應該都解套了 但現在大盤又稍稍回落 現在 這個CRO代幣現在回檔了 所以你問我 現在適不適合入手這張 幣圈神卡呢 我認為現在很多分析師 分析這次牛市 有可能比特幣到10萬 現在比特幣才6萬多 還有很大的空間 大盤如果漲 這個CRO代幣有可能跟著漲 賠錢的機率就比較小 但這都是樂觀的情況下啦 現實要負辦也是看各位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好 以上就是這次CRO.COM VISA千張卡的介紹 如果你覺得出境很麻煩 可以考慮這個CRO.COM的神卡 一到八 全球刷卡回饋 還可以全世界的ATM領錢 加上各種會員 免費送禮用 趁著這次回檔機會入手 也是不錯啦 但大家還是要量力而為 根據自己的風險能力 來決定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張CRO.COM的VISA卡 在回饋或是福利 蠻有競爭力 尤其是在币圈的交易者 或是想要更多刷卡回饋的 這張卡是不錯的選擇 最後你覺得這張卡的感想如何 還是你有更神的卡想分享 或是你有什麼話 想對這個币圈神卡說的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